好国道继承收费呢最快年底就要上路了 目前全台湾23个收费站呢 900多位的收费员 他们呢也要跟着走入历史了 这些末代收费员平常上下班 走的密道首度的曝光 像是泰山收费站 有直通收票亭的那个旋转梯啊 又抖又窄的真的相当不好走 我们来看看这些国道收费员 他们辛苦工作的点点滴滴 穿着厚重外套国道收费员 忙着收回数票 年底国道继承收费上路 这个画面将进入历史 泰山收费站底下收费员密道 也首度曝光 我现在走的这个旋转楼梯 这是国道收费员 每天上下班必经的通道 可以看到这个楼梯呢 又窄又抖相当不好走 狭窄的旋转楼梯 直通收票亭 个子小的收费员 走起来还算轻松 但对胖一点的收费员来说 可是一大考验 因为它很悬又很窄啊 像我这个个子刚好 有的同事比较胖一点 很高一点 常常会撞到上面那个门槛 从事收费员七年的徐大哥 对工作驾勤就熟 上工前半小时 要先整理回数票和零钱 然后再骑着脚踏车 通过密道前往旋转梯 想到年底就没了工作 徐大哥好无奈 这个月初有收到那公文 奇怪的没工作 感觉会有点那个 好像失业的样子 即使再舍不得 还是得面对即将失业的事实 站内弥漫凄凉气氛 社会员个个充满不舍 在谨慎的时间里 为收费工作 尽最后一份心力 记者林东明 胡卫庭 台北采访报导